狮一兽一天吃上万只蚂蚁 只靠爪子就能打败美洲狮 真这么厉害 在自然界中 猫科动物是公认的战斗王者 尤其是狮子之类的猛兽 更是令其他动物闻风丧胆的存在 而美洲狮作为其中战斗力比较强的品种 更是极少有天敌存在 但是你能想到吗 正是这样一种猛兽 竟然能够被一只吃蚂蚁的动物打得落花流水 这究竟是不是真的 如此厉害的动物又是何方神圣呢 这是一种长相十分奇特的动物 它们长着长长的稳步 就像是棍子一般 显得尤为突出 而它们的名字叫做大食蚁兽 从这个名字中我们就能得知 它们主要以蚂蚁为食 为了能够在蚁学中准确地找到食物 大食蚁兽进化出了长达60厘米的舌头 并且上面还有细小的稻子 能够从蚁学中快速勾出其中的蚂蚁 并且比较神奇的是 大食蚁兽的舌头直接连接着胃部 而且它们的口中没有牙齿 舔食道的蚂蚁并不需要通过咀嚼 就能够直接进入到胃中消化 虽然大食蚁兽的体型并不算大 但是体重大多也在50千克左右 站起来的时候与熊十分相似 所以人们也将它们成为蚁兽 虽然大食蚁兽的体型不大 但是也并不算小 既然如此那么只吃蚂蚁的大食蚁兽 能够满足自身所需的能量吗 要知道 大食蚁兽的食物大多是白蚁 只有白蚁数量较少的时候 它们才会对其他蚁类下手 最多的时候食蚁兽每天能够吃掉三万只蚂蚁 而科学家们曾对其进行过仔细的研究 发现食蚁兽的体温大多在33摄氏度 这种情况下就能够减少它们所消耗的能量 所以它们每天的进食量刚好能够满足自身的能量所需 食蚁兽一天吃上万只蚂蚁 只靠爪子就能打败每周诗 真这么厉害 食蚁兽为了减少能量的消耗 通常行走时都会十分缓慢 并且它们还没有尖利的牙齿 面对危险时无法通过四咬来进行反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食蚁兽应当如何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界中生存下去呢 自然界中的每一种生物都有它们独特的生存方式 食蚁兽同样也不例外 很多人都认为食蚁兽只吃蚂蚁 战斗力必定不会很强 但你别看它们没有强大的咬合力 在几千年的进化过程中 大食蚁兽却不负众望地进化出了锋利的爪子 而且令人惊讶的是 它们的爪子有着强大的杀伤力 并且它们还有着必胜的绝技 其实一般情况下 大食蚁兽的天敌是很少的 不过由于它们的行动过于缓慢 所以常常会被大型肉食动物盯上 因此在面对攻击时 大食蚁兽不得不发挥出它们全部的势力 虽然它们的鼻子看起来软绵绵的 但是其中却有着一根非常坚硬的骨头 即使是美洲狮在发起攻击时 也不得不谨慎行驶 除此之外 当美洲狮扑到大食蚁兽身上时 食蚁兽就会用自己锋利的爪子发起攻击 即使是凶猛的肉食动物也很难抵抗的主体 除了如此强大的攻击能力之外 大食蚁兽还拥有着很强的防御能力 它们粗糙的皮毛能够防御一些外来的攻击 并且毛茸茸的尾巴还能够帮助它们用来隐藏自己 为何食蚁兽的战斗力如此强 它们的数量却依旧不太可观 其实大食蚁兽并不算一种危险的生物 在大部分时间里 它们都保持着温和的态度 只不过我们还是能够在新闻上看到食蚁兽伤人的事件 不过这都是因为人类主动挑衅才会发生的事情 因此人们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案件 才不得不禁止人们靠近大食蚁兽 但是大食蚁兽的冰威现状依旧离不开人类行为的推波助澜 不仅仅是由于人们的猎杀 更多的是因为大食蚁兽属于热带动物 但是人们却在不停地开发土地 这就导致大片的原始森林遭到破坏 大食蚁兽没有了适合的生存环境 数量也就随之而减少了 除此之外 尽管大食蚁兽并没有明显的发青期 一年四季都可以繁育后代 但是它们每胎仅仅只能生下一只幼崽 更重要的是 它们对于幼崽的态度极其溺哀 在断奶之前会全程背着它们行走 并且在哺乳期内 雌性大食蚁兽是无法再次交配的 也就是说 它们养育后代的方式会大大影响它们生育后代的数量 这样看来 大食蚁兽的宾威也与它们自身有关系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